后来呢,几十年之后,米勒热巴尊者也曾经对甘伯巴这样说过 藏族人太笨了 不让阿底侠尊者这样的精通秘法的人讲说秘法 简直就是愚笨之极 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无题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这个单元是来探讨善才同职五十三餐 这个部分是在华严经的陆法戒品 那我们已经介绍了善才同职所参访的四十一位的善知识 那每一位善知识都是大菩萨 第四十一位是摩耶夫人 所以我们上一个单元介绍到摩耶夫人 事实上呢,她不只是释迦摩尼佛的母亲 而且呢,她是因为她过去世的发愿 所以她要做每一位佛降生的时候的母亲 所以她称作菩萨母 那这个菩萨呢,是指着要成佛的 这一位佛呢,她最后一次来降生到这个沙婆世界的时候 要成佛之前的最后的妙觉菩萨 那由于摩耶夫人呢,她告诉善才同职,她所修正的 就是大愿置患解脱法门 那都是能够视线在每一个佛国土 那成为这个要成佛的最后的菩萨的母亲 然后呢,她又告诉善才同职 就是要继续往下面再去参访 那下面呢,就是第四十二位的善知识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就要开始来介绍第四十二参 那么这一位呢,是天主光女 那是摩耶夫人呢,就是继续指导善才同职去参访这位同女 那我们就要看经文之前呢,我们来称念佛号 还有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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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那我们看这经文呢 就是摩耶夫人 那么他告诉善才同职 就是善男子 于此世界三十三天 有王、明、正念 那就是三十三天的其中一位天王 这位天王的名字叫做正念 那这位正念天王呢 有一个女儿叫做天主光 所以在一般呢 就是称第四十二参呢 善之士是天主光同女 那因为呢 她是正念天王的女儿 所以又称作正念光同女 正念光同女 因为她是正念天王的女儿 是这样 所以摩耶夫人呢 她就是指示善才同职呢 再去三十三天去参访 正念天王的女儿 天主光同女 那所以呢 等于是 第四十二参的参访呢 善才同职就是要到三十三天去了 所以她就等于是要去天宫 三十三天里面的这个正念天王的天宫 去参访这位天主光同女 那三十三天呢 是属于我们说的三戒 里面的玉戒的第二个天 玉戒 玉戒天啊 有六个天 那第一个天是四天王天 那第二个呢就是三十三天 那三十三天呢又称作道立天 也许我们比较熟悉道立天啊 因为地藏经的续品一开始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到道立天为摩耶夫人说法 那就是到这个道立天 那道立天呢 最主要的因为它就是有三十三个天 就是中间的是虚米山 那虚米山的四边呢 就是各有八个天公啦 八个天天公 所以呢 就四边就乘以八呢 就有三十二个天 然后中间呢 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 就是叫做第四天 我们把它翻译成就是皇帝的地 那释迦摩尼佛的四 第四天 他就是三十三天主 他住在中间 那他的名字呢 我们通常在佛经里面呢 就是佛也曾经为他说法 就是四提还音 四提还音 就是释迦摩尼佛左右两边的大护法 一个是梵天王 一个是四提还音 就是三十三天主 第四天 那第四天所住的地方呢 就是善建成 那他四边呢 就是各有八个 八个这个天的天公 那他的等于是也叫做成啦 那可是呢 就是每一个就算是一个天 所以加起来总共三十三天 是这样 那三十三天呢 这边的天人 因为这边是属于天的 所以说此世界的三十三天 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呢 就是有六道嘛 就是有天、人、地狱、二鬼、畜生 或者是再加阿修隆 那他们是属于天的 那是第二天 那是玉界的第二天 这些天人呢 就是寿命啊 就是比我们人就更加的长寿啦 他们有一千岁 一千岁 那一般呢就是 就是如果以天人 来跟我们人间的时间来比啊 就是我们世间一百年呢 等于天的一天一夜 是这样啊 我们一百年 我们过一百年 所以我们一世过完啊 我们一世要活到一百岁也不容易啊 那活了一百年以后 才算是在天的一天而已 一天一夜啦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死啊 如果以天人来说呢 就等于是天人的 好像一个梦一样 睡个觉 然后过也许好像在做梦一样 我们就已经过了一世了 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部分啊 主要呢就是天人是行善 所以心呢就善法多呢 也就少这种 这种贪生吃的这种煎熬啊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日子难熬呢 就主要就是我们念头太多 然后我们贪生吃烦恼多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间啊 好像很短很紧迫 那如果呢 好像心里没有什么 这种烦恼啊 忧虑啊 这种时间好像蛮长 就好像很快就过了 那 在这个天里面呢 他们所吃的啊 食物呢 是一种静 清静食 食物啊 所以 它是属于比较维系的 维系的食物 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啊 它是用闻的 闻它的气味 这个就跟我们人就差别很大 我们吃的叫做粗 粗食 很粗糙的啦 因为我们吃的就是 一定要吃到嘴巴里面 我们才满足 那天人呢 他们就是闻的味道就好了 是这样 所以它是属于就是清净的 清净的食物 是这样 那 在这些天人 他们所 这种 成就的呢 因为他们的这种善行 那所以呢 他们有种种的这个庙堡啊 所以 他们这种 所住的地方呢 都有楼阁啦 园林啦 浴池啦 那 都是非常的微妙 那 在这个天呢 就有一位 要叉神 他的名字叫金刚手的要叉神 来守护这个天 33天 那就是 因为他们是善神啦 所以呢 也有护法在护持他们 那主要的呢 在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里面的第四十二餐呢 就是在 三十三天 道立天的 正念天王 他的女儿 天主光同女 那他是属于 三十三餐里面 哪一天呢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呢 这位天王的名字叫做正念 所以呢 他的女儿呢 也是一位大菩萨 所以呢 他是 在修菩萨行的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受了 摩耶夫人的教导 他就 去了 这个33天 所以他就等于是上了这个天宫啦 那么 一见到 这位 天主 光的 这个 他们的天宫里面 他就 看到这个天女 看到这个天女 就是 天主光天女 天女 天女 这个是 天人 所以他到了那边呢 就先顶礼 顶礼 顶礼 天主光同女 他礼足 然后围绕 就也是 当作一种 恭敬 尊重 尊重 他就说 那我们 心里呢 好像先安定下来 然后存着一种恭敬心 所以呢 他先 好像 绕着这一位天女 天主光天女 那可能是三渣啦 或是无数渣啦 那 这个表示一个 行 礼 一个礼节 之后呢 他就合掌 前柱 那前柱呢 就是 站在这位天女的前面 那柱呢 就是 站着 停下来 停下来 不动 所以他就告诉这位 天主光同女 他说 圣者 我已先发阿尿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 为之菩萨 云何学菩萨行 云何修菩萨道 我闻圣者 善能又会 愿为我说 所以 他就是 向这位天主光同女 表明 那我们按照经典里面呢 我们 看到 善才童子 在前面几餐呢 他大部分呢 都是 先 把他来参访的 主要的目的呢 先表白 那他因为呢 是最初的时候 就是受到 文殊菩萨的教导 那因为呢 他 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文殊菩萨呢 就教导 善才童子呢 要去参访 各大善知识 那因为每一位善知识 都是大菩萨啦 那 他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就是要去行菩萨道 要去修菩萨行 所以要去跟每一位善知识呢 他们真正实践的菩萨行 然后呢 他就跟他们学习 从参访里面去学习 所以呢 他大部分 除了前面有几位呢 他就直接呢 就还有深入的这些问题 如果如何在生死中 而能够就是 能够出离生死啊 然后这一些 就是比较特殊的问题 那大部分呢 都是先标明 就是他来参访 就是要来 学菩萨行 来修菩萨道的 那 因为呢 这位善知识呢 他是能够教诲 所以他请 这位善知识 为他来说 怎么样子学菩萨行 怎么样子来修菩萨道 接着呢 天女 就是这位天主光 天女 他就回答 他就回答 善才童子 他告诉善才童子 说善男子 我得菩萨解脱 明无碍念 清净庄严 所以他直接呢 就告诉善才童子 他自己本身所修的菩萨行 是用什么法门 来行 跟修菩萨道的 所以呢 他就 告诉善才童子 他所修 而且得 就是正 他已经正道了 所以说我得 就是他已经获得了这个解脱法门 这个解脱法门呢 是菩萨解脱法门 所以菩萨解脱法门呢 不是指为了自己解脱 我们自己为自己的解脱呢 也就是说 我们修解脱道啊 我怎么样来对治贪 对治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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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借贪呢 我们就是要观无常 生不敬想 对治我们的贪 那痴呢 我们就要修忍辱 还要呢 就是起慈悲观 这样子 是对治我们自己的问题 那对治我们的痴呢 就是无名啊 我们对 这一些事项 不清不楚啊 我们就要修 因缘观啊 那当然是 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 那么就 对治我们的愚痴啊 那这个是对我们自己本身解脱 就是让我们啊 从无名烦恼里面 能够得到智慧 然后呢 就是不再受这些烦恼的干扰 逼迫 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就离苦得乐 那个是对我们自己说的 可是这边的菩萨解脱呢 就等于呢 是不只是自己得到离苦得乐解脱呢 还要帮助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得到解脱 所以叫做菩萨解脱法门 那这个名字呢 是称作无碍念 清净庄严 清净庄严 菩萨解脱法门 所以 善才同时所参的善知识呢 每一位都有他自己所修正的菩萨的解脱法门 那都是他们自己本身正道的啦 他就是用这样的法门呢 在行菩萨道 是这样 那这位天主光同女呢 他所修正到的这个法门是称作无碍念 清净庄严 那到底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从字意来了解呢 就是无碍念 就是他所思念的 所意念的呢 是没有障碍 没有受任何的这种 就是阻碍 就是通达 顺畅 他要意念什么 他就可以意念什么 那当然 这个部分呢 是正面的 是清净的 那是完全是提升的这个念 不是我们胡思乱想 那就是杂念的 这些的妄念 不是 他是无碍念 没有障碍的 那这个没有障碍的 应该我们看到下面的内容 我们就知道 原来他是意念诸佛 所以他可以通达诸佛 是这样 还有清净庄严 因为以佛的境界来说呢 就是最清净的 然后庄严呢 因为佛呢 都是在利益众生的 所以是最庄严的 那 这位天女呢 她又告诉善才同志说 她的这个无碍念清净庄严 菩萨解脱法门呢 她是怎么样子来实践的呢 她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下面说 我以此解脱力 意念过去 有最圣节 明清莲花 我于彼节中 供养横河沙树 诸佛如来 这里是一个段落 就是等于说 她的这个菩萨解脱法门 就有这个解脱力量 她有解脱力 就是有这个法门的力量 那她的这个解脱力呢 是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意念过去 有最圣节 明清莲花 就是过去 有一个清莲花 节 有这样子的一个 的节的时候呢 她在清莲花节的时候呢 她供养横河沙树诸佛如来 因为一个节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就是我们说 以我们这个人的寿命来说呢 就是每一百岁的时候呢 一百年啊 就是我们的人的寿命啊 从简节到简节 然后简节到简节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简 一个简 这样算一个小节 那怎么增呢 增就是每过一百年 那我们的寿命呢 在简节的时候只有十岁 只能活十岁 然后呢 慢慢的从一百年的时间呢 那从十年就增加到十一年 就增加一年 每过一百年 我们的寿命 增加一岁 这样 然后增加到人的寿命到八万四千岁 那你看看这样子的话 要过多少个一百年 一百年乘以八万四千 那这个时间就很长了 然后再来就减 也是一样 过一百年就减一岁 那减到又减到人的寿命 只剩下十岁 那因为简节的时候 我们的人的这种恶心 恶心就增长 然后增结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善心就越来越增加 是这样 就好像是我们这个整个世间 实际上它是有一种共业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向着这个善心 那就是这个世间就在增结 那大家都是恶念 那这是减结 就慢慢的 人的寿命也减少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在 让我们了解说一个结呢 这时间这么长 那所以呢 他当时在这个青莲花结的时候呢 他就供养恒沙树的诸佛如来 供养这么多的 像恒沙的沙一样的 树木的诸佛如来 他供养这么多 那就解释说 比诸如来从初出家 我皆沾缝 首富供养 照生且兰 淫伴食物 又比诸佛 从为菩萨祝母胎时 诞生之时 行七步时 大狮子吼时 助童子位 在宫中时 向菩提树成正觉时 转正法轮献佛神辩 教化调伏众生之时 如是一切诸所作事 从初发心乃至法尽 我皆明义 无有余余 常现在前 念词不忘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又详细的 告诉善才同志 第一个他先说 他所正道的是 无碍念 清静庄严 菩萨解脱法门 由于这个解脱力呢 他可以意念过去 他能够意念过去 在清莲花节的时候呢 他供养 像横河沙树 这么多的诸佛如来 怎么样供养呢 他是 每一位的如来 他从初出家 他从初出家的时候呢 他就沾奉 就去沾养 然后呢 供奉 就是供养 这个 刚刚出家的如来 就是 他还没有证道 可是呢 他就已经开始 要去出家修行了 他就已经去供养他 然后守护 守护他 就是他在修行的时候呢 他在旁边守护他 那也供养 供养他所需要的 乃至呢 他出家了以后呢 就帮他能够 照生节来 就是 出家人住的地方 因为佛 转法轮以后呢 就有出家种 而且呢 营拌食物 这个食物呢 一般就是说 出家人要用的 杂物啦 那从食物开始 就是饮食 就是饮食的食物 那衣 还有呢 就是 卧具 还有 这个 药物 就是一般我们 在出家人呢 因为 在佛的时候呢 一般呢 就是 没有 就是 这个 持金钱 所以 当时就是 守 这个 不持金钱界 所以 所有的这个 出家人 所要用的三衣啊 一波啦 席葬啦 乃至 就是 饮食啦 卧具啦 医药啦 那这些都要 在家人来供养 所以呢 这位 这个 天 祖光童女呢 他就是 供养 恒河杀素的诸佛如来 那 他所需要的这一些呢 他都帮他们 就是供养 供养诸佛 然后呢 他又解释呢 这个等于是在进一步啦 就说 比诸佛呢 从为菩萨祝母胎时 诞生之时 这个呢 就是 说这位 佛啊 他从 兜率天 下生到 他的母亲的这个 胎的时候啊 还有诞生的时候 就是出胎 入胎 出胎 还有 他生出来以后呢 就行七步 那这表示说 每一位佛啊 他们在 从兜率天 要下降到这个 戳婆世界 成佛的时候呢 他们所经过的 都一样 他的入胎 出胎 然后生出来的时候 都会走七步 直接啊 就是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他就马上就是很清楚的啦 那 而且呢 做大狮子吼石 那 就是 他呢 就是在世间呢 所有的这一些的这种学问 他都会 不管呢 就是文的 或是武的 那射 射箭啊 骑马啊 这些他都会 那 铸子位在宫中时 就是 他呢 在 皇宫出生嘛 所以呢 他就是太子 然后呢 他离开 皇宫 向菩提树 成正绝石 就是 他先去 山上苦行 然后呢 到菩提树下呢 真正的 大彻大悟的时候 那他开悟了以后呢 转正法轮 那几乎每一位佛呢 就是 称作这样子 叫做 八相成道 八相成道 就是道他说法 所以 他转正法轮 那一般呢 就是佛呢 就是先说四地法 讲苦 疾滅 道 就是要让我们众生看到世间的 这个无常 那因缘所疾 所以 这个是苦因要灭 所以 要修道 要灭这个苦因 那乃至呢 就是现神变教化调伏众生 就是佛呢 他也有种种的这种神通变化 来教化众生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一切诸所做事从出发心乃至法境 那我皆明义无有遗余 常现在前 持念不忘 那这些呢 就是说 每一位佛啊 他们 从 入胎 出胎 然后 到说法 成正觉啊 然后到 他说法 所有的一切所做的事情 所以 就是说 他 在 每一位佛降生到这个说婆世界啊 就是 一事 所做的事情 前面他在宫中 然后呢 出家 修行 然后 说法度众生 那 所以说 从出发心乃至法境 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说 到这一位佛入灭的时候 那佛在世的时候呢 称作 正法 那通常呢 佛入灭以后呢 也有一段时间是正法 正法就是说 跟佛 他亲自在世的时候 说法的时候 的内容一样 可是过了一阵子呢 就是 佛的佛法 就是大家的记忆呢 没有那么深切 那么就要靠 像法 所以说正法到像法 像就是 佛入灭 的时候呢 他还有大弟子啊 那大弟子在 宣扬佛法的时候呢 大部分都还可以如佛的教导 然后过一些时间呢 就慢慢的呢 大家的记忆没有这么 深刻啦 那也还要借着这个佛像 所以像法 然后 再过一个时间呢 就是 末法 就是那个时候呢 大家成道的人也少了 然后 对于佛法的正确的道理呢 大家呢 就会比较有 意义 就是不同的看法 是这样 那到 末法之后呢 就有说 法灭了 就是这一位佛的教化呢 他过了 一般都是说 正法五百年 然后呢 相法五百年 然后末法五百年 那有的经典呢 这个时间也有差别 那 这样子的一种时间呢 就是 就是到 一位佛呢 他所教的这个法呢 就是在这个世间呢 几乎很少人知道了 而且也不能修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法灭 那 就等于是说 每一位佛他都供养 然后每一位佛所说的法 他都能够抑制 所以他所正道的这个 解脱法门呢 称作 无碍念 清净庄严 菩萨解脱法门 就等于是 对于每一尊佛呢 他的出事 修行 说法 他都能够 非常清清楚楚的意念 所以称作明义 无有遗余 就是没有漏掉任何的这种细节 而且常献在前 念词不忘 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一位 这个天主光童女的这个 所修正的这样的法门呢 就可以了解说 这位天主光女 他所修的就是经常保持 来意念诸佛 是这样 他的心都在诸佛的境界上面 那来供养诸佛 所以这个呢 是他跟善才同志啊 第一个解释的内容 就是他的这个无碍念 清净庄严 菩萨解脱法门呢 最主要的他就是能够意念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然后呢 就是每一位佛呢 他们从入胎出胎 然后修行说法 那到乃至到法面 他都能够意念 那我们如果做一个对照的话呢 我们就要想说 我们在中国佛教啊 就是很殊胜的法门 就是念佛 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啊 那我们说 我们每一天要训练 我们自己念佛啊 我们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时时都念词不忘 而且呢 这佛号 跟佛呢 都藏现在前 就是这样来比较啊 因为 也许有人会问啊 说那这样子我们 来听闻善才同志的 五十三三的内容啊 我们怎么学习呢 因为之前也有同学问说 那我们听了 这个摩耶夫人的 这个大院自患解脱法门啊 那他要做 每一位佛的母亲啊 那怎么修呢 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说 他当时他说 他过去是呢 就是曾经呢 在这个莲花上面 看到一个婴儿啊 那就是佛的化身啊 是莲花生化生的 那他就把他当做 他自己的孩子来 扶养来爱护 来就是保护 扶养他 那他就发愿 他要做每一位佛的 这个菩萨的母 那我们要能够 学习的话呢 那就是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 每一个小孩都当做自己的小孩 来这样子的爱护 对不对 他本来不是他生的啊 可是他就是这样子的 来保护 养育他 是这样 所以可能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是用我们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个 很浅显的能力范围里面呢 来对照 对照一下 那我们可能从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呢 就等于是我们学习他的精神 学习大菩萨的精神 然后落实在我们能力能够做的 那来行我们的菩萨道 是这样的 那这里 这位天主光童女呢 他是修正的是 无碍念清净庄严的菩萨解脱法门 那他就是经常都在意念诸佛 他经常都在意念诸佛 那不管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 入胎出胎啊 然后整个的过程 他都意念 所以他把心都放在佛上面 那我们众生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因为我们就是 把我们的心放在世间上面 我们都在世间打转啊 是不是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打转呢 我们就很多的这一些的问题呢 就很在意 就是一件事情 或是一个人 那不管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听到的 那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 六根所对的六境 那我们都心都在这个上面转 因为我们呢 就很在意 很在意 那在那个里面呢 我们也会起这个 喜欢不喜欢 种种的这些的念头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呢 就被这个静所牵引 所以我们没办法 把我们的心呢 安住在这个佛的这种意念上面 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对照 这位天主光童女啊 她所教导善善童子的 是她自己所修正的法门 那她的法门就是常意念诸佛 那如果我们也学着 这样子来训练 那就是要把我们的心 都放在意念诸佛上面 那我们就 就是等于是 听闻善才童子五十三三呢 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做到的 这样的一个修行法 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能力 能做多少啊 那大菩萨也是 从众生来修行的 那她应该一开始 也是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可是呢 就是一直在意念 一直在意念 把这个法门一直在落实 在实践 那下面呢 就是又有好几个 就是这个 天女呢 告诉善才童子 她怎么样子 意念过去节的时候的诸佛 所以她又告诉善才童子 她又 意过去节 意呢 就等于也是意念 那这种意念呢 因为是过去的事情 那她把过去的事情呢 她都把它放在现前一样 本来 本来在金刚经里面说 过去心不可得啊 未来心不可得啊 现在心不可得啊 那那个是 对我们众生的这种 得失心而说的啊 我们想的过去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啊 或者见过的人啊 那就是过去心 那个是我们执着的念 那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是在担心啊 所以就预先就一直想啊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怎么样对我们 那我们就是怕 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心都是在那里 起烦恼 那这位天主光童女呢 她所意念的过去节 那这是表示说呢 她的心称作无碍念清净庄严 那是表示说她呢 对于过去实际上呢 她的心呢 并没有这种时空的这种差别 没有障碍 所以叫做无碍念 没有障碍的这样的意念 那因为诸佛的境界呢 不是我们众生的这种烦恼境界 那诸佛的境界呢 是清净庄严的境界 所以虽然我们说的是过去啊 实际上呢 她是永远都在的 是这样的 只是说 这个佛的这种所正的境界呢 是过去正道 可是她一直都在 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有这种时间的分别 可是就境界来说呢 应该是没有时间的差别 所以呢 她可以把过去佛所正道的境界呢 她还把它陷在前 所以只要她能够把过去佛的境界 现在现前的时候呢 这个境界也是现前的境界 不是过去的境界 是这样 所以呢 她叫做无碍念 清净庄严 菩萨解脱法门那 她又举例的就是过去节有善地节 在这个善地节的时候呢 她也在这个节供养十恒沙树的诸佛如来 还有过去有妙得节 她又在这个妙得节的时候呢 她也供养一佛世界的维成树诸佛如来 一佛世界就是一位佛所教化的这个世界 像说释迦牟尼佛教化的是我们这个说佛世界 对不对 那要师佛呢 她所教化的是东方流离世界 那阿弥陀佛呢 所教化的是西方的极乐世界 那这个世界里面呢 所有的维成树这么多的诸佛如来 就是每一个佛的世界呢 也是有无数的佛啊 是这样 那她都供养 是这样 所以她下面呢 就是一直举例 她到底供养了多少的佛 然后呢 她都可以在意念 好像在现前一样 是这样 所以就等于是说 她的心都是清清楚楚的 那把她所供养的事情呢 都是清净的行为 那她都时时都可以随时意念 她所供养的诸佛的这种境界 所以等于是她的心啊 好像虚空一样 她的心啊好像是明镜一样 所以她的心没有任何的这种染污的成分 所以她的心啊 是宽阔无比啊 跟佛的境界都是结合 所以下面啊 她又有举例 又过去呢 又有无所得节 她又在这个节里面呢 供养八十四亿百千那由她 诸佛如来 那八十四亿已经很多了啦 还要再加上百千那由她 那那由她呢 可以说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的单位啦 那有的说是十万这样啊 那就等于是你还要乘以百千 那然后还要乘以八十四亿 这么多的诸佛如来 还有在善光节的时候呢 她就供养 炎福提围成树诸佛如来 还有在无量光节 供养二十恒沙树诸佛如来 又在罪圣德节 供养一恒沙树诸佛如来 还有在善悲节 供养八十恒沙树诸佛如来 还有圣游节 供养六十恒沙树诸佛如来 还有在庙月节 供养七十恒沙树诸佛如来 那这个是天主光女 她跟善才童子所说的 她正道的这个无碍念清净庄严解脱法门呢 她就是一直都在供养诸佛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做这样的介绍 主要的是要让我们了解呢 就是这样的大菩萨 成为善才童子的善知识的教导呢 就是一直累劫以来都一直在供佛 都在供养佛 都在意念佛 就把佛的境界当作我们意念的对象 那这样的话就无碍而且清净庄严 那我们这个单元先到这里 那我们来做回向 愿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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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旗见49日 要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06271-6612 一律采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 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访会后 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 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中心的鸽子 在武山发生大地震 顷刻间 城镇变成一片废墟 伤亡人数达到几十万人 在一片断墙下 横腾着一位老人的尸体 他被一根水泥横梁砸死 一只鸽子 停在老人被砸断的脚旁 发出凄惨的叫声 唉 可怜的老张 还是没有躲过这次的大地震 这只鸽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老张生前最爱养鸽子 这里是老张的家 也是鸽子的家呀 不对啊 他家里养的鸽子有十几只 别的鸽子都飞走了 怎么就这只鸽子还留在这里呢 唉 这只不是老张生前最喜爱的那只叫白玉的鸽子吗 对耶 好像真的是白玉 老张对这只鸽子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 我想白玉它之所以没有飞走 留在主人身边 是要报答主人的养育之恩 难道这只鸽子真的这么有灵性 这只鸽子一直守在主人的旁边 它原本闪闪发亮的眼睛变得浑浊不清 它在砖碗上飞来飞去 绕着主人的尸体转着 时而停下 时而默默地看着 如果它有泪线一定会泪流满面 如果拥有像人一样的声带 它也一定会呼天抢地地痛哭 现在它只能把痛苦和悲哀吞进肚里 哎呀 这里怎么会有一只鸽子 天啊 它竟然在帮这位罹难者擦脸 真是一只多情的鸽子 往生的这个人应该是它的主人吧 它对主人的感情可真深啊 鸽子 走吧 让蓝天淡化你的伤痛 你的主人已经去了天堂 女护士想让鸽子离开 但这只鸽子并不理解它的好意 已只是温和柔情的鸽子 突然昂起了头怒视着女护士 连颈子的毛都捧散开来 它摆出一种敌对的架势 你别误会 我绝不会伤害你的 它竟然不飞 莫非是受伤了 无法飞起来 咦 它根本没有受伤吗 飞吧 你只有飞上蓝天 才会解脱痛苦 才能重新得到快乐 然而白玉山洞着翅膀 在天空飞了一圈后 又徐徐地落在了老张的身旁 你怎么又回来了 诶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们看 这只鸽子真奇怪 它为什么一直不愿意飞走呢 飞吧 鸽子 快飞吧 哇 真的 它为什么要一直停留在这里呢 我想 一定是它的主人 生前对它非常好 它舍不得离开 嗯 是啊 这只鸽子也太通人性 太讲义气了 既然你喜欢 不如就将它带回去养吧 这位女护士和救援人员 一起将老张的尸体埋葬之后 女护士便将鸽子带回去 养在一个笼子里 怎么样 那只鸽子还想挣脱吗 是啊 你看 它整天就这样在里面 会动着翅膀 我真怕它会撞伤 唉 不如这样吧 你用一块黑布把笼子盖住 在黑暗中 它就会安静下来的 嗯 我试试吧 看来这一招真的有效啊 隔天 女护士奉命负责 护送一批重伤患者 到南方的城市去治疗 她带着随身行李 也带着这只鸽子 然而鸽子到了这个 安静美丽的城市后 却显得更加焦躁不安 哎呀 你养的这只鸽子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一直用头撞来撞去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真担心 再这样下去 它会死掉的 啊 对了 我们这里有一位养鸽子的老人 不如请她来看一看 想想办法 嗯 好啊 只要能帮助这只鸽子 都行 这位老人听了女护士的叙述后 便借她一拢鸽子 你把那只鸽子 和我的这两只鸽子 关在一起吧 集体的温暖可以使她得到安慰 我想那样 她就会慢慢安静下来 希望如此 哎呀 大叔 这是怎么回事 真是奇怪 我养鸽子这么多年 还没见过这么凶狠的鸽子 不管怎样陌生的鸽子 应该都不会互相争斗的 那这只鸽子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想你不是这只鸽子真正的主人吧 嗯 这只鸽子是我从地震的废墟中捡来的 哦 那就对了 这只鸽子非常通人性 我想它是想要回家 想去寻找真正的主人 它想找它的主人 可是它的主人 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也许鸽子并不明白人类的生与死 它只是想回到主人身边 回到它曾生活的那个地方 你还是放它走吧 这么有灵性的鸽子 实在太难得 我想只要我耐心的照顾它 它一定会认可我这个新主人的 那你就尝试看看吧 不过你可千万别勉强它 嗯 女护士非常喜爱这只鸽子 她相信只要有耐心 她会喜欢自己这个新主人的 然而在这只鸽子心中 只有一个主人 她只接受老主人的喂养 怎么还是滴水未尽啊 哎呀 这只鸽子从来到这里就没吃饲料 这样下去它很快就会饿死的 是啊 已经整整四天了 再这样下去 它真的会死掉的 你还是走吧 这只鸽子像一道白色的鸽子